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學長開箱的單元 那今天跟大家聊什麼呢 學長非常愛用的 紅西湖Sion專用的BG金屬濾網 那BG金屬濾網呢 是台灣品牌設計生產的Sion神器 為什麼說它是神器呢 主要原因在於 它比較傳統的紅西濾氣 BG金屬濾網在清潔度 油脂的保存和充足的穩定性上 都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那以下呢 我們就先從傳統的Sion濾布和濾脂開始介紹 那一般最常見的是Sion濾布 在清潔上是非常困難 因為你在充足過程之中 濾布都會卡咖啡的油垢在布上 即使是你拼命的去搓洗它或清潔它 或重複用熱水去充足它 還常常會有洗不乾淨的一個狀態 那味道就會有顯著的濾布味或是有油耗味 對於咖啡品質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學長非常害怕這個味道 那另外一種呢 是這種濾脂濾氣 它是用兩片金屬片 然後夾住一片濾脂 然後就可以完成過濾的功能 那濾脂濾氣呢 在清潔上其實是非常方便 只要把這個濾脂丟掉 然後把這個鐵片過水就很乾淨了 那這點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但是它卻是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濾脂很薄 那你塞歐在充足的過程之中 下湖的水很容易往上爆沖 所以導致會有很多的大泡泡 那會去攪動你的粉層 充足穩定性就會比較差 另外問題是呢 濾脂本來就會吸附比較多的油脂 那你紅吸附的特徵呢 就是豐潤有油脂感的 這樣的調性呢 就沒有那麼飽滿 這也是比較可惜的 那BG金屬濾網呢 在這三點上呢 都可以輕鬆的滿足 首先是清潔上 你把它充足完以後呢 你就輕鬆的把這幾個布零件呢 分開清洗 然後就可以很乾淨了 那只有最上面這一個 最細的金屬片 它有時候會卡一點點細粉 大概兩三個月呢 你就用小蘇打粉浸泡在水裡面 讓它裡面的油垢都分解掉 就乾乾淨淨的 那第二點 在油脂的保存上 因為整個濾氣不論是陶瓷片 或是金屬片的部分呢 都是不會吸附油脂的材質 因此咖啡的油脂感 就會非常的顯著 而且不會被吸附掉 而且是很有特色的 那最後在充足的穩定性方面呢 那BG金屬濾網呢 有四個部分組成 從最下面的這個是陶瓷片 那中間呢 這邊有一個大孔的金屬片 和最上面的極細孔的金屬片 然後還有當然外面還有一圈這個是耐熱的矽膠 很厚實的結構 就可以阻絕下方的大泡泡 串入上湖 使上湖的充足環境呢 就非常的穩定 不容易失敗 好 那看完BG金屬濾網特色以後呢 就知道對於喜愛主持商人來說呢 這個濾氣是超級無敵方便的 絕對無論在乾淨度或是優質感上面呢 都可以讓你的紅西湖好喝度直線上升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行一次拆裝 因為這個拆裝部分 其實你會的話很簡單 但是因為第一次用的話呢 你可能會有點搞不清楚 所以學長來特別示範一次 其實它的組件呢 跟一般的綠布很像 就是上面有一個掛勾 它是勾在沙龍的上斧的這個勾子 這是一樣的部分 那它這邊有個螺絲 那我們示範是怎麼拆裝 好 拆裝的部分呢 就是你當這隻手壓住這個螺絲 輕輕壓就好了 然後就這樣簡單轉就轉開了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構 OK把它拆掉 然後螺絲呢 推下來 然後它就會 可以分解開 分解開就是這一片金屬片 金屬片呢這邊有一個 這是一個大孔系的濾網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細孔系的 的濾網 它兩層結構 OK這個拆不掉的 只要把它洗乾淨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面 這一片呢 是一個陶瓷片 跟外面是一個矽膠圈 這是耐熱矽膠 不用擔心 耐熱程度破百度 所以你絕對不會有殘留霧的問題 然後呢 就這樣把它撥開來 這是一片陶瓷片 陶瓷片 那組裝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 你就是把它拆完 去沖洗掉 以後就很乾淨了 那這邊有一個 矽膠墊 上面有一圈這個 這一圈呢 就是剛好跟 這一片的後半段 是剛好可以貼附上去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有這一個圈圈的 就是跟這個是合在一起的 好 那我們把陶瓷片放進去 陶瓷片呢 兩面都無所謂 兩面你怎麼放都沒差 那一般來說呢 這一面有點凸凸的 那這一面是平滑的 一般平滑這一面 我們會讓它跟這個 跟這個螺絲的部分貼合 所以用這一片比較好 但是其實實際上 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 好看 所以這個平滑的面呢 放到這個矽膠圈裡面 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把這一個 這邊一圈的跟這個 貼上去 然後呢 螺絲 放進去 好OK 一樣一隻手指壓著 這樣轉 然後轉的時候呢 你不用 你只要不會掉就好 你不要轉到很死 轉到很死有點不好開 就輕輕這樣轉 OK 它就不會掉了 就沒事了 那你要開的時候呢 就這樣一轉 就開了 就這個緊度就可以 不會掉的 那你每次清潔的時候呢 就稍微 OK 轉開 然後OK 沖一沖洗一洗 痘回去 這樣子 不用一分鐘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好 那我們看完了拆裝以後呢 我們馬上來進行 SiON的沖煮示範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水量呢 是300cc的水 然後呢 咖啡豆 我已經磨好了 是20克的咖啡粉 那使用的研磨度呢 大概要比手沖再細 大概一格到兩格之前齁 如果你平常手沖用4到4.5的話 你可以用3到3.5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Hario磨豆機 大約是20的研磨度 那我們要先使用 BG金屬濾網齁 然後 金屬濾網的使用呢 就是剛剛已經示範過拆裝了 那你組裝回去以後呢 你就把 SiON的上壺 然後呢 這樣斜斜的放進去 讓這個 彈簧的部分呢 能夠順順的滑進去 然後呢 記得一定下面這一根 一定要拉起來齁 拉起來齁 拉起來以後 然後呢你就先 放到你的下壺裡面 斜斜擦的就可以了 這樣子擦的就可以了齁 然後呢 我的充足習慣呢 都會先量一下下壺的溫度 好 下壺的溫度90度的時候呢 我才會 插上壺齁 所以現在大概是77度 我們現在可以開火 好 好 開火齁 然後等到我們的溫度計到90度的時候呢 我們才把上壺 浮正插進去 所以它會上去齁 那這樣子 控溫 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 充足的環境會比較穩定 OK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 紅溪壺呢 是哈里歐的標準款的TCA3 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多的使用的紅溪壺齁 然後我們待會使用的攪拌法呢 其實就是 紅溪壺和經典的攪拌法 會分三次攪拌齁 但第一次攪拌很用力 二三次攪拌呢 就輕輕攪拌就好了 這樣我們可以做出 比較不一樣的層次齁 好 所以第一攪的時候呢 會連續攪15秒鐘 連續攪15秒鐘 而且是非常用力的 快速的讓咖啡粉跟水 快速的結合齁 所以會連續攪15秒鐘 然後再等待20秒鐘 再進行第二次攪拌 然後再等待20秒鐘呢 再進行第三次攪拌 所以全程的時間呢 大約是一分鐘左右齁 就是攪拌15秒鐘 等20秒鐘 再攪拌5秒 再等20秒再攪拌5秒 大概就是一分鐘左右 好 現在溫度呢已經來到90度齁 90度的時候 我們把 溫度器拿起來 放邊邊 然後把上壺 插進去 然後呢 把你的火呢 調小一點點 往外面拉一點點齁 它就開始上水了齁 好 這時候稍微往外移動一點 然後待會我們要控制到上壺呢 水 不會有大爆炮的情況齁 用BG金屬濾網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是很容易做到的 如果你要 綠紙或綠布的話呢 綠布還算很容易 但是綠紙的話呢 難度就會比較高 因為它的 它很薄啦 很輕薄 所以難度會比較高 但綠布稍微好一點點 但 金屬濾網這樣最容易達到這個目標的 好 開始上水了齁 好 OK 好 那我們可以準備把火調小 往外拉一點點 然後把火調小一點 好 可以看到有泡泡出現了對不對 我們要盡量減少泡泡的產生 好 往外面移動一點點 然後慢慢控制 讓你上壺的環境呢 是沒有泡泡的 這樣是最好的狀態齁 可以看到現在泡泡出來了 很顯著齁 用BG的情況之下已經算是很小了 但是我們可以再往外移動一點 控一下你的火 OK 還有泡泡沒關係 我們再往外面移動一點點 好 直到它完全沒有泡泡粉子 OK好 這個環境之下就基本上是已經OK的環境齁 因為沒有太多泡泡的問題齁 用BG是很簡單的 OK 那我們把粉準備好 時間準備好 OK 然後要下粉之前呢 推進去一點點 然後下粉 然後時間按下去 然後控好你的火 然後攪拌 第一次攪拌 連續攪15秒 然後盡量用力一點 沒關係齁 盡量用力一點 好 15秒攪完 然後 稍微等待20秒到25秒 然後控好你的火 盡量不要有泡泡出來齁 泡泡沒有出來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粉的粉面 是很完整 而是不會破掉的齁 如果你大泡泡一直出來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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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粉面就會被你沖破掉就不好了齁 OK 20秒結束了 好我們二角輕輕的拌就好 好 輕輕的拌呢 會看到上面有一層金黃色的泡泡 金黃色的油脂會全部浮出來齁 OK 好 然後再等大概20秒 然後控好你的火齁 控好你的火 然後也控好不要讓它有大泡泡出來齁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有大泡泡 所以粉面都很完整 OK 時間到了我們關火 關火以後 然後呢第三角呢 我們也輕輕的拌個四五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 等到它 全部水下來以後 我們的三角就煮完了齁 所以其實時間是蠻快 大概1分鐘到1分10秒之間齁 前面攪15秒 等大概時間20到25秒 然後再攪5秒 然後再等20到25秒 然後再攪5秒 水就下來了齁 大概1分到1分10秒之間 但這個做法本身呢 搭配BG金屬粒網 不會吸附油脂的特徵啦 它就很容易讓你的咖啡的油脂感 很飽滿 很豐沛 可以看到上面一層 都是油脂齁 那這樣子呢 咖啡裡面的香氣 就會隨著油脂 一起被吸到下午 你的風味呢 就會很飽滿 很圓潤 那經過了學長示範的 拆裝以及 紅膝的沖煮示範 大家應該都會對BG金屬濾網 有基礎的了解 那它的幾個特徵上面呢 都跟傳統的濾紙 或是濾布 都有很大的不同 但實際上 這才是比較符合現在的 充足方式的一個濾器啦 因為畢竟清潔不易 或是保養很困難 或是說它使用上面呢 會吸附油脂的這些事情呢 都會容易讓大家充足起來 覺得有點麻煩 那學長也一直很習慣用這個濾網 因為我很討厭那個 有濾布的怪味道 實在是讓我有點受不了 OK 好 那這就是今天BG金屬濾網的開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多看看BG金屬濾網的期待介紹囉 那我們今天學長開箱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